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老人的指点下才成功地找到地宫入口 可孙恋英并没有耐心地慢慢跑 于是他使用了几根炸弹成功炸开了地宫 入入地宫后眼前的一幕已让他惊叹 又已经过去几十年 慈禧失身竟然还未腐烂 仔细查看后 孙恋英才发现了那颗藏在慈禧口中的夜明珠 孙恋英让部下拿走了慈禧木头的珍宝 而自己更是将慈禧浑身上下的珠宝搜了个金光 不仅如此 他还把慈禧嘴发开 试图拿出其中的夜明珠 但由于夜明珠太大拿不出来 孙恋英用刀子把慈禧嘴巴割开 取走了其中的夜明珠 这位生前呼风唤云的女人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死后落得如此下场 林木被炸尸体被扒 就连嘴巴都被割开一个大口子 后来也有部分皇室后裔去国民政府告诉女人 但和孙恋英有钱收买了高官 于是这件事情也就不了解之了 本期的文史江湖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地势的视频